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节目,主要内容是,范诚诚晒出合照,P图好用心,沈腾又高又瘦年轻20岁,小编提醒,请您点击右下角图标订阅,添加小铃铛,范诚诚作为一个00后,从偶像练习生出道,之后一味窜红,虽然头上顶着姐姐范冰冰的名号,但显然现在的范诚诚,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明星独立存在了, 不需要依靠任何人热度也很高,出道后立马搭档自己的导师承销,共同主演的领域,虽然还没播,但从预告片也可以看得出来,这应该是不难得的大片,些人刚出道就可以主演这样的大制作,可见其实力非常小可,而且范诚诚最近还在青春环游记里做常驻嘉宾,6月27日晚20点20分,范诚诚突然发微博感谢贾玲, 感谢灵姐,帮我追星藤哥成功,感谢朋友们给了我一个,难忘的20岁生日,在那张大和赵中,我们依稀可以认出来,从左到右先是任嘉伦,然后是周深,朗朗,杨迪,最中间站的是范诚诚,又高又帅两腿大开站的底直,把他旁边这位男子,一身黑色西服搭配小白鞋,又高又瘦,年轻帅气,打眼一瞧, 还以为是哪个小鲜肉,小鲜肉的右边站的就是沈玲和关小红吧,都还是一眼就认得出来的,所幸范诚诚还放出了另外一张合照,这张照片里只有他和沈藤,虽然脸上的褶子都披得干干净净,也也小了一大圈儿,但根据他的微博配文,到底还是能看得出来这应该是沈藤的, 这么一瞧,那张大和赵里又高又帅的小鲜肉,怕也是沈藤老师了,范诚诚不愧是沈藤的粉丝,爱之深,披之切,他恨不得把40岁的沈藤披成跟他自己一个年龄了,那张大和赵里,沈藤硬生生是年轻了20岁啊,而且还瘦了不少,小提示,沈藤本人如果看到这张合照应该很开心吧,话说没有这条微博,还真不知道范诚诚居然是沈藤的粉丝, 要说这娱乐圈的明星,追星的人还真不少,前几天不就有娱乐圈大姐,正基于在线追星有语心,还喊话微博为什么不回复他私信,明星追明星果然是方便又快捷,今日互动话题,各位,你们还知道娱乐圈里有哪些明星追星吗?欢迎评论留言,原创不易,关注小事欢迎转发分享,今天的节目就到这,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,欢迎点击并评论, 写订阅添加小铃铛不迷入 是的 בא